我来受,该走的路我清楚。 捐掉企业的李舒福南下深圳去上学。 1991年底,国家政策开始有了调整,开始鼓励和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 李舒福又回到台州,开始上马另一种利润空间很大的产品,新型的建材旅速版。 就是借财呢,这个呢,效益比较好,因为这个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做这个事情。 我们原来全中国就是我们一家,我们全部都自己的设备,全部自己设计的工艺,全部都是,因为那个时候这些借财都是进口的,我们自己都是自己解决,所以这个是效益是非常好。 头脑精明,思维超前的李舒福,总是成为别人效仿的对象。 时间久了,他在心里就盘算着这么一个事情。 他说,做冰箱,做冰柜,做铝速版,做煤铝区版,我过去做什么,人家就跟着学什么,竞争太多。 如果我想造汽车,这下人家就学不了了。 然而,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汽车业历史,在极大程度上是由国家左右着的。 有参与资格的不是大型国有企业,就是国外名牌在华的合资企业。 哪有你名不见经传的李舒福的份? 因为我们一开始生产汽车的话,条件非常的简陋。 我们没有多少的资金去采购先进的豪华的设备。 我们全部用我们自己的商术,用我们自己的头脑去设计制造所有的设备。 所以很难和那一些专业性很强的发展了一百多年的汽车公司去相提并论。 他是一位狂妄的梦想家,他是一位过于自信的疯子。 我以前说过,汽车很简单,十个人子,一个发动机,加两个沙发。 是什么让他如痴如狂?是什么让他黯然神伤? 我的人生啊,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是非常的开阔趋势者,不幸福。 汽车狂人李舒福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国家启动内需市场。 汽车与房地产成了新的消费热点。 从这一年起,家用轿车的拥有量连年翻番。 众多专家纷纷预言,中国的家用轿车时代已经到来了。 与此相关的是,同等性能的大众甲壳虫,中国的售价是美国的3.36倍。 别克的售价比是2.36倍。 丰田花冠的售价比是2.80倍。 让人吃惊的暴力,无疑意味着汽车行业有着巨大的成长空间。 然而,正是多年来一直未对民营资本开放的汽车领域, 却被一个草根企业家李舒福意外打开了。 其实中国想住汽车的人很多,因为它有巨大的空间, 所以你实现起来相对比较容易。 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协制,这是我们所了解到的。 外国人不用中国的工程师。 而中国的工程师的话,在改革开放之前, 有一期二期,包括其他汽车厂,其实也培养了不少。 只是说,他们的力量没有很好发挥出来。 所以有很多的客户的条件,给我们这个决策带来了信心。 也就是此时,有人开始以血液里流淌的豪赌基因来形容李舒福。 当李舒福拥有一亿元资金,他对外宣称,将投入五亿元造汽车。 即便是这个数字,在汽车界看来也少得可笑。 在一次采访中,李舒福竟然轻描淡写地说, 汽车不就是四个轮子,一个发动机,加上两个沙发吗? 此语一出,震惊四座。 有多少人就等着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狂人的阳相。 我以前说过,汽车很简单,十个轮子,一个发动机,加两个沙发,还有一个车身。 这是从车的特征来讲,它构成的要素。 我讲这个话是从这个汽车的未来来总结的。 因为全球的大型工业产品的制造都进入了模特化生产的阶段。 模特化生产,就像小孩子搭节目一样的。 发动机是发动机,气候桥是气候桥,抽身是抽身。 电子电器是电子电器,都把它组合成各种模块。 一组装就可以出现一辆汽车。 而且可以变成各种各样不同的汽车。 今后的汽车工业,一定是像我刚才所说的这样。 只是说,我在十年之前讲这个话,很多人他不明白我在讲什么。 1998年,吉利在临海建成了第一个轿车生产基地。 当年,第一台吉利豪情轿车完成下线。 这台车参考了其他厂家的车型,模仿天津夏立,发动机是丰田的。 李叔福搞了一个下线仪式,发出去七百多张邀请函,却没有人来。 然而,这并不妨碍吉利豪情一念事,就掀起了一场血雨腥风。 当时,中国的轿车的定价大多在十万元以上,最便宜的天津夏立售价近九万元,而豪情的价格仅为五点八万元。 吉利的出现,确实把汽车从神台上拉下来了,使它离老百姓越来越近。 确实把中国的汽车价格,由那种敖贵的形象走向了普通接近民众。 但是,吉利所起的作用,不仅仅是刚才所说的这一点,我们还在努力。 我们希望吉利能够为中国汽车的自主创新,自主品牌,自主制的产权, 这一条道路的发展,提供借鉴。 也许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但是我们现在,我确实朝这个方向在前进。 2001年11月9日,吉利豪情才登上国家经贸委发布的中国汽车生产企业产品公告,获取轿车的准生证。 吉利集团从此成为中国首家获得轿车生产资格的民营企业, 名正言顺地扛起了民族汽车工业大旗。 有人说吉利是廉价低档,一上高速就抛锚。 还有人讽刺到,开吉利车要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考验,不过我不会气馁。 这些年,我就是在一片议论,质疑,嘲讽声中,一天天成长壮大起来。 我要为我的梦想而奋斗。 我觉得我们太艰难了,我们每天面临的问题太多了。 我们要思考的问题,要解决的问题,我们面对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太多了。 我们很不顺利,我的人生啊,到现在为止啊,我认为是非常的凯阔趋势,不幸福的,是很无奈的。 我也不气馁,我不失望,我们始终保持一种谨慎,落国,脚踏实地的这一种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本来的要求,来要求自己。 在进入汽车行业的第十个年头,全世界已经有80多万辆吉利车在路上行驶。 吉利集团除了拥有自己的汽车研究院,还拥有宁波、临海、路桥、上海四大生产基地、九大工厂,具备年产20万辆整车的能力。 李舒福还创办大学,培养自己的汽车人才。 吉利被评为中国汽车工业50年来发展速度最快、成长性最好的企业之一,躋身中国汽车行业十强之列。